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每周五晚间八点半的 FB粉专直播 我是小妹妈妈 各位 她是小妹啦 她现在在吹一个超级大的 这个超级大的大直笛 要说的这一本是小妹挑选的 登上圣母风 这一本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高山上的孩子 登上圣母风 那么小的小孩子 她背包里还有一只什么鸭子 怎么能够登上圣母风呢 这样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文就是写这个故事的人 是一位日本的作家叫做石川直树 画绘图的画插图的叫做黎牧阳 由谢依林老师翻译 登上高山上的孩子登上圣母风 这本书是由小麦田出版的 好的 故事要开始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主角 你看他长得这样 腿粗粗的 看起来很有力气 而且还可以用肩膀和头一起背这么重的东西 他说他是雪巴人 雪巴是一个地方 他是雪巴人 名字叫做普巴 我出生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 在他的陪伴中长大 就是在圣母风 在喜马拉雅山的陪伴之下长大 这两本书呢 会附上一本阅读活动手册 他里面会有很多细节 因为有时候你不是很清楚啊 比如说到底什么是雪巴人啊 雪巴人为什么可以适应高山的环境 我们如果跑去高山上 你有听过高山症这种事情吗 对呼吸会问题 还会头痛 对像我们两个有偏头痛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会很危险 雪巴人到底住在哪里啊 雪巴人大多居住在散居 他不是就只在同一个国家 在尼泊尔 中国 布丹 印度等地呢 都有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国家 所以这个族群雪巴人 他就分散散居在这几个国家 尼泊尔 中国 布丹 印度啊 这几个国家 那反正他们住的就是山上高海拔地区 好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咯 这一位呢 普巴他说呢 出生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脚下 他平常的生活就是在这里 你看他们的家 其实也看不 如果你不去看他这个后面就是高山的话 你也不见得看得出来 他就是在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地方 对不对 看起来也是很正常的 他说这里是我家乡的村庄 所以他平常就是住在这里的哦 从出生开始就过着每天远望喜马拉雅山和动物一起生活的日子 哇 感觉很浪漫对不对 但要出生在这里的人才受得了 因为我们上去真的会不舒服 身体会不舒服 而且他这种高山的地方啊 也不是每一种动物 你如果在随便在路上拉一只狗上去 猫上去 他可能会很不舒服 或者小婴儿上去也不行啊 还有一些农作物 也不见能够 不见得能够在高原地区种出来 所以他能吃的农作物 他能够养的 木的羊啊牛啊 就不见得是跟平地一样 他这里我就没看到他有养鸡 有有有有 这里养了鸡你看 有耶还是有耶 高山鸡 高山羊 高山狗 高山宝宝 你看 是不是很有趣 这是不是就是普巴 他长得很像 还有这个 穿这个衣服的 喇嘛对不对 刚刚我们也有看到穿这个衣服的 还有我们刚查到的 李牛山这边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啊 好 继续来看啦 他就是住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 看起来环境很优美啊 看高山 这边都可以看到山脉的样子 这一位小朋友普巴 他说 我的梦想是登上喜马拉雅山的群峰 喜马拉雅山不是这一座山 喜马拉雅山有好几个山脉一起 他是一个一个一个山群啦 所以呢 他有只是他的第一高峰 是圣母峰 是最有名的 但是其实呢 他那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山脉 连在一起 好 他说呢 他的梦想就是登上 不管是哪一个山峰 当然如果登上圣母峰 那就最棒了嘛 很多人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边创造一个记录 登上圣母峰 他们现在要比赛速度多少的时间之内能够攻顶 这都是爬山的人专专业的地方 为了完成他的梦想啊 他得从运送行李开始练习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做这么辛苦的事呢 他为什么就不直接自己爬上去 轻轻松松的就好了 他要运送行李 你看他背的东西 好重哦 都快要跟他一样大了 跟他半个人一样高 可见这个行李一定会好重好重的 他呢 要从运送行李开始练习 所以每天他都背的很重的行李来练 练他的体力 练他的腿力 练他的腰力 还有脖子的力气 通通都要练习 他呢 往返于前往世界第一高山圣母峰的道路 每天都在那里走 这条路上的每一颗石头他都认识 哇那他跟那个 那个甄嬛站里面有一个妃子 哪个妃子啊 他也是他们宫殿里的每一个石头砖块 他都认识 因为他日子过得很无聊 但普巴不是啦 他不是日子过得很无聊 他是很认真练习 要不跟申公认父不一样 对不起 那个又讲到我看连续剧 好继续 他说啊 但是呢 我最远最远只能到冰河的入口 你看这边已经很冷了 这边是结冰的冰河 他的梨牛还在旁边陪他呢 真的是他的好朋友 他说我最远只走到这里 我就不敢往前走了 你别千万不要往前走啊 他现在穿着这个鞋 不会死的 不会死啦 死是不是 你看他穿的是这种 他穿的是拖鞋 对不对 你千万不要穿这个鞋去走冰河啊 阿姨好担心你哦 不要这样啊 他说呢 我不能走 我是阿姨啊 我对他来讲是阿姨嘛 他说我不能往前走了啦 因为需要工具 而且还需要特殊的技能 要经过训练 要有练过才行 啊 好希望能够赶快到更远 更远更远的地方啊 就是他的新之音哦 他就希望能够到更远的地方去 多远 就是山顶上啦 那个最远的地方哦 好了 有一天 丹真叔叔 他的叔叔啊 叫做丹真 他是普爸嘛 丹真叔叔 丹真叔叔就叫住了他了 有话跟他说 叔叔说 早啊 普爸 你的脚力实在是很不错呢 差不多 可以开始教你一些登山的技巧了 哇 普爸一听到叔叔这样讲啊 就非常高兴 叔叔也搬了很多行李 你看 哇光是 你看睡 这是睡袋吧 毯子 说不定是帐篷 就好几 好几捆了 下面还有一个大大的背包 普爸也是啊 只是他们背的 用的不一样 普爸是用那个竹篮子背的哦 还有上面还背了个水壶 还有汤匙 国产 他是那个火防兵吗 总而言之啊 普爸好高兴 听到叔叔这样说啊 他觉得太好了 我终于要登上圣母峰了 好 但是啊 当然我们刚刚不说练习嘛 他还是穿着拖鞋练习有一套 普爸 你爬得上这片山壁吗 这对普爸来讲太简单了 他连穿着拖鞋 他都可以爬 哇 我们那个看那汤姆克鲁斯不可能的任务 在攀岩应该也是在攀喜马拉雅山吧 就穿那个专业的衣服才有办法爬的 人家穿拖鞋就可以爬上去了 这就是土生土长的跟我们这个城市熊的差别 太神奇了 他穿拖鞋就可以爬上去了 好厉害啊 对不对 好 他说呢 而不是只是需要爬这些陡峭的峭壁哦 还需要练习怎么样使用绳索 有了绳索啊 就不会掉到太深的地方了 掉还是会掉 不会掉到太深 为什么 可以绑一个安全节嘛 你就是爬到某个地方 好 先做一个 先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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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在山壁里面 然后把绳子呢 挂上去绑好 做一个安全的防护之后 在另外一端就连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再往前爬爬爬爬爬爬 再爬到了一个段落之后 你又叮叮叮叮叮 然后呢 又再绑下一个安全的绳索 这样你就算呢 不小心滑了 掉了 你也只是掉这个钉子跟前一个钉子中间的距离 可能就几公尺 就不会直接 咻 啪鸡 你看过那么久才啪鸡 掉好远好远的地方啊 那就不行 所以要学会用这个绳索 哎 除了这个之外啊 他也不能一直穿拖鞋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而且你到了那冰河里头去 你还穿拖鞋 那你就等着截肢吧 你的脚趾就会动到 变成冰块了 那就不能用了 你的脚脚啊 所以呢 他还要穿冰爪 就是这个 下面有一根一根钉子的这种 像雪靴的特殊造型的鞋子 有了冰爪就算是积雪的斜坡也不用怕了 因为你人滑下来的时候 你脚用力一踢一踩啊 这下面的这个钉 钉子可以把你牢牢的固定在地上 你就不会 你也是不会咻 碰了啊 你就至少呢 可以稳住你的步伐 真的是很不错 虽然是有一点重 但我觉得重应该不会是他们的问题的 他们从小训练嘛 脚力都非常的好 好 还有 他要再带一个东西叫做冰斧 是一个斧头 但是专门凿冰的 带着冰斧会更安全 有了冰斧就可以爬上陡峭的斜坡 因为你人没有地方抓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凿出一个可以固定的地方 所以冰斧就是这样 你随时到用 所以这几个东西很重要 绳索还有这个冰爪 就是特殊的鞋子 还有冰斧 其实如果不是当地人的话 就是我们的都市人 说不定还买更多有的没有的呢 不过他们当地人就是这几样 一定要有 就应该就可以确保他的安全 但是这只是确保安全啊 不要掉下去 你还得活下去才行呢 怎么样才能活下去呢 还是要带很多的东西的啊 好 不管怎么说呢 他叔叔啊就给了他这些装备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绳索 冰爪 还有这雪斧嘛 对不对 冰斧 叔叔说 你啊 真的是很有天分 这是我的工具 送给你 你可以开始准备登山了 真的吗 单真叔叔 谢谢你 什么任务都可以交给我 帐篷也好 睡袋也好 什么我都愿意背 你看什么东西他都愿意背 所以呢 他们就是为什么会这么样的辛苦呢 学霸人为什么要登山 别人都可以舒服的登山 他为什么要搬那么重的东西呢 这上面就有写了 我们的这个阅读手册 上面就有写 他说喜马拉雅山有很多高峰 很多的世界上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 喜欢登山的人 他都想要爬上这座山峰 但光是爬上去就已经很难了 如果他还要背帐篷 如果他还要背水 水很重耶 如果他还要背水 好几天的水 如果他还要背食物 和你要上去煮锅碗瓢盆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背得动 不但背不动 就是可能还会产生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呢 雪霸人就是这些 普巴哈门 这些雪霸人呢 他们的特殊之处就是 因为他们长久都在这边生活 所以他们很专业 他们也拥有了技术 除了可以当这些外地来的 想登山的人的向导之外 因为他们体力好 肺活量也好 所以还可以帮这些来登山的人 搬运行囊 好 而且呢 因为雪霸的环境的关系 他在高原上 他的学校 你可以想象 他那个地方不方便 不会像都市这么方便 随便你就做工 你顶多最远做个公车吧 再远一点 我们之前有做 每天坐高铁来 MVP你的小朋友 那就已经很远了 可是你在这里难道 其理你又去上学吗 如果整个那个小山脉 做一所国小 国中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边的人的教育程度都普遍是不高的 你说如果要读到大学研究所 那有困难的 因为这里没有这个学校嘛 人口也没有那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他们去当向导 或者是搬运工的话 就是负责搬行囊的 搬运行囊的工人的话 那这样他们的薪水就会比较高 所以呢 对当地的雪巴人来说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们平常天气好的时候 可能就是养牛 或者是种一些经济作物 但是呢 如果说快速的得到比较多的钱的话 薪水的话 还是以做向导和搬运 就是会是比较好的工作啦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小男主角 他可以学会怎么样 做一个专业的向导 或者是挑夫 就是挑这些行李的人的话 哇那他就不得了 他就可以帮忙家里分担经济压力了 对不对 好 好了 到了春天 你不可能在冬天登山 嘛冷的要死 夏天可能也太热了 到春天 这样好的季节呢 单真叔叔和普巴的队伍啊 就比谁都还要早到达 基地营啊 基地营第一个基地营 就是在那个冰河下面这边 他们就搭营了 这边把它做成基地 不管是呢 山下的人上来第一站要补给东西 或者是在这里休息 或者是医疗 对如果有人呢 受伤了什么 这都是第一个可以让大家休息的地方 第一个基地营 他们到了基地营就开始啊 盖帐篷了 你看哇 是很大的帐篷哦 我不会 盖很大的帐篷 有人可以住的啊 可以休息的 医疗的 还有煮饭的 吹是帐 吹 吹主的吹 吹是帐 普巴呢 会在这里度过整个春天哦 所以他仔细的移开所有的大石头 因为你如果在大石头上面搭帐篷的话 你就要睡在哦 吐吐的石头上了 多么的不舒服啊 让地面变得平整一点 住起来就会更舒服啊 所以先把这边的环境给弄好 大家都一起分工合作 再搭这个帐篷 看好大的一个基地 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帐篷 对不对 好除此之外 我们要直过来看了 除此之外呢 这又是干嘛呢 他们还是要往上啊 基地营是很下面的地方 他们还是要 怕冷冻库 冷冻库 对对对 怕冷冻库啊 哎呦 真的是好贴切哦 看起来就好冷 好 他们继续往冷冻库上面爬了 普巴他们的队伍啊 就跟着叔叔啊 一起往山上走了 往冰河的深处前进了 为之后的登山者准备好桥梁和绳索 他们是先来的哦 先驱 他们是先锋部队 他们要先把 比如说山崖跟山崖中间 这个没有办法通行的 他们就先搭这个 桥 这个是简易的桥 这就是一个梯子把它横过来 然后四周把它固定起来 这要有很有勇气耶 我我我应该是不行 我应该爬到一半腿就软了 我以前高中的国中的时候有 我们补习班有强迫大家去爬皇帝殿 是一个在新北市一带的很有名的一个山 他爬到最高的地方就有一个类似像这样子 但他不是楼梯 他是一个一个小山峰 我真的过不去 我走不过去 我腿就软了 我就坐在那个尖尖的就是那一条道路上 那个真的你掉下去就是掉到悬崖底下了 后来我就不敢走 我就一直跟老师说 我不敢走怎么办怎么办 老师就说 那就用那个屁股用挪的满满的挪过去挪过去 所以我是连滚带爬的爬山了 好吓人哦 那你看要多有勇气才可以去穿过像这样子的高山 好而且啊叔叔也提醒说 冰块有可能会整块掉落的 要小心的前进 速度不要太快 你每走一步到仔细的观察冰块 找出安全的道路才行 所以呢普巴啊 他就跟着学啊 每一步他都小心的走 每一个地方他都仔细的看 就是呢 怕自己少学到什么 一定要仔细的学 顺便呢要把该做的准备 比如说你看该架的桥梯子 该弄的绳索 该放上去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标志 通通都要他们先去部队先坐 哇 然后就开始爬山了 刚刚不是我们还在说在爬冷冻库吗 现在不是哦 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 那还是很晒的 尤其是如果两边都是冰 都是这样像镜子一样反射到你的脸上的话 那这这个头会很晕 而且会很晒的啊 好像要把人烤焦一样的阳光 从四面八方洒落 照耀着连绵不绝的山谷 队伍小心的避开冰系 就是缝隙啊 他们用G字形前进 就是G是这样写的嘛 G 所以他们也是 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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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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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慢慢的前进 爬上陡峭的斜坡之后 在营地又再搭起了另外一个帐篷 他们一开始是这个基地营 是在海拔五千三百公尺的 这个你看林牛都还停在这里嘛 这就吹噬让一些小帐篷 那他们就嘀嘀嘀嘀嘀嘀 有楼梯都他们搭的嘀嘀嘀嘀嘀嘀 啪啪啪啪 一号营啊 前进了六百公尺 再继续往上 六千三百公尺的地方 二号营 再来呢 又隔了一千公尺了 在七千三百公尺的地方 搭了三号营 四号营到最上面了 就是圣母峰了 所以从四号营 就要一口气宫顶 再下来了 中间你就不要在那里停留了 气候也不好 环境也不好 温度也很低 那这边还有其他的山峰啊 洛子峰 洛子峰碧 还有奴子峰啊 我们就顺便去看了一下 喜马拉雅山 要往圣母峰的向 这个方向 我们会经过些什么 哇真的是 我们用看的就好了 用看的就好了 千万不要跟着去爬 吓死了啊 好终于要开始准备登上顶峰了 就算他们是雪巴人 就算他们常年都生活在高原啊 还是会很累的 因为空气就越稀薄了嘛 那杯的东西也越来越重 还有你看雪也下得越来越大了 天气其实并不是很好的 所以他们要开始登上顶峰的时候啊 原本啊 气候是千变万化 原本是晴朗的天空 突然呢 就飙雪了 哇 队伍呢 就被吹进了 矮矮白雪当中了 这个路都会看不清楚哎 怎么办 叔叔就说啊 你要千万跟紧我 所以登山浮沿 是要显眼一点 才容易被人家找到啊 你要 千万要跟紧我 而且接下来啊 重头戏就来了 只要穿过云层 离峰顶就不远了 穿过云层 我们平常不是常都看着云 说我要去住那里 我要去多高的地方 他们要穿过那个云哎 好辛苦哦 普巴呢 虽然觉得非常的疲惫 但是心里还是很兴奋的哦 因为他现在啊 就是身处在白云里呢 能够想象吗 我们只能仰望天空的那一朵云 他现在却在那里头呢 我现在正在白云里 在每天远望的喜马拉雅山里 在一个高到几乎要看不见 我的村庄的地方 我竟然在这里 对啊 已经看不到他住的地方了啦 不是几乎 真的看不到 哦 好 刚刚我说他背了个鸭子吗 不是 这个叫做缩与鹤 是在这里 很特别的一种鸟 叫做缩与鹤 他们呢 不是逆风 很多鸟呢 是逆风而行 风这样吹过来 鸟呢 就利用风的那个 台声的力量往上飞 有很多鸟是这样 但不是 他们呢 是顺着风 风朝这样 他也是这样子 一起跟风 那他标速也很快 顺着风飞翔的 从西藏出发 越过一座又一座的喜马拉雅山峰 到温暖的印度过冬 所以他们也是要过冬的 也是要去南方的 哇 蒲巴就说 这是堵上生命的冒险旅程吧 真的是堵上生命 因为一来他很远 再来气候也不好 速度也很快 真的是堵上生命的 叔叔也说 是啊 我们也不能输给他吗 加油了 蒲巴看到鸟啊 飞过了比云层还要高的山峰 所以他们很厉害 他们通灯顶了 这些鸟 缩与鹤 他觉得呢 缩与鹤飞过比云层还要高的山峰 好厉害哦 看到他们呢 自己的身体也涌出了力量了 下一要给大家看看 晚上的景色 你看晚上他们还能登山吗 还是要登呢 你看 他们的头上挂上了这个顶灯之后就继续往前走啊 在漆黑的夜里 大家带着头灯往封顶前进 因为要赶在日出的时候到达封顶 所以 而且日出上顶了 日落之前要回到基地营 要回到最下面的基地营 所以就算是晚上也不能睡觉了 要赶时间 努力的往上爬 队伍呢 就持续的在深夜里面出发 好 往上爬呀 往上爬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页好了 他说啊 爬着爬着 太阳就出来了哦 往左边一看 可以看到云海 他们现在已经穿过云了 在云海的上方 浮现了圣母峰的影子了 已经可以看到影子了 天亮了耶 蒲巴心里想 这是我有生以来 迎接过最美丽的清晨了 虽然身上穿着厚厚的衣服 一定很笨重不舒服的 太阳还是照得身体暖乎乎的 赶走了想睡的心情 和疲惫的感觉 他们可是熬夜爬山了哦 精神也为之一振 有精神了 他的双脚仿佛 放了电池 自动就往前进了哦 真的是好厉害 接着呢 他就看到了 哇 终于登上了顶峰了哦 这个是山峰的峰顶 那就是圣母峰了哦 虽然一点都不难过 他还是掉下了眼泪 一点都不难过 掉下的眼泪是什么 感动 对是感动的眼泪 太好了 我以为你要胡说八道 比如说肝眼症 或者不是啊 他就是辣椒碰到眼泪 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被万金油磨到了 但是不是 他呢是感动的眼泪 他心里百感交集 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整个身体呢都因为开心而战斗着 单真叔叔呢 看着普八的身影也感到十分的骄傲 甚至他们就已经登顶了恭喜恭喜 下个礼拜五见 拜拜